人 要到學校 高中 高中年你有沒有規定到學校時間 有 幾點 幾點 八阿角晚到會怎樣 記遲到以後會怎樣 不會 三次就警告 警告會怎樣 寄回家 寄回家 重點 寄回家 寄回家你爸媽會怎樣 會嗎 他會罵嗎 真的 他怎麼罵 就後頭罵嗎 好 可是這個東西你看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隱信課程 他要求你準時 他要求你在某個時間做某些事情 這個目的是什麼 時間這個觀念是很特別的 人類的發明 假如沒有手錶 你可以看到天氣 你就知道他看外面現在 天後就知道現在幾點幾分嗎 完全不知道嘛 對不對 你一直說現在是早上 你現在是比較早的早上 現在是比較晚的早上 你會知道是七點半嗎 不知道 好 所以整個上課的這種時間的 所謂的時間的安排 其實是為了福音資本主義的生產 資本主義的生產 最需要的就是準時 在某個時間點 你要做某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就叫做隱信課程 每天叫你準時的做某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隱信課程 那 剛才我講的準時這件事情 其實是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息息相關的 資本家最討厭那些工人 哪些工人 領了薪水隔一天就不來上班的 我們是不是聽到這種說法 說台灣原住民就這樣子 台灣原住民 然後什麼去工地工作 天性懶散 免了錢就去喝酒 喝完酒隔一天就不來上班 好 這種說法其實都是在為了資本主義服務 因為資本主義需要的就是那種很乖 很馴服的準時上班的工人 所有不符合這個條件的都被視為野蠻的 一樣的 我們在從小到大在訓練的 你們的上課的這種訓練 國民教育的訓練 絕對不是只有 讓你們獲得更多知識這件事情而已 好 所以這個就是第三種說法 他複製了既有的社會不平等 所以我們假如說我們這種看法的話 你們覺得呢 大學入學考試 為什麼不採用運動成績 那就是入學考試採用那幾個成績 英文還有呢 英文 國英術還有 社會還有呢 自然還有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不採用運動 為什麼 來 來 同學你討論再給我一個理由 給你三分鐘討論 快點 我會想做的 是不是 這麼多人 你還應該要不然 在那裡 我會想做 我會想做的 你會想做的 我會想做的 有些什麼 我會想做的 我會想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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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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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